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鱼的肠炎 如果说咱们的锦里呢得了肠炎之后呢 它首先食欲会下降 另外呢游动呢也非常缓慢 经常呢脱离这个群体游动 另外呢这个锦里的身上也会发暗 没有这么亮 如果严重的话 它的肛门处呢会突出红肿 时常有拖变的现象 肚子呢越来越大 咱们说一下这个肠炎的治疗方法 那如果说是因为消化不良引起的肠炎呢 咱们首先要减少微食量 咱们要停食几天 让这个锦里的肠道呢恢复一下它的功能 咱们还可以用这个大蒜汁泡食为锦里 或者是清大霉素泡食为锦里都可以 那如果说是因为寄生虫引起的这个肠炎呢 咱们可以用杀虫药给这个鱼呢 做一个杀菌杀虫 这个水质变坏呢 也会影响这个锦里的肠炎 咱们首先呢要换水三分之一 保持良好的水质 让这个水中呢有足够的溶氧量 这样的话这个锦里呢才能恢复的更快 像这个肠道的锦里疾病呢不能忽视 咱们以这个预防为主 预防为主 千万呢不要等这个鱼得了病之后 咱们再去治疗 那样呢会特别头疼 特别的麻烦 喜欢养鱼您关注我 咱们每日分享